先试一试国关票 7号的江仪45元变成42元 12号的幸运武士 哇,这些档位好,有国关票 9.4变5.9 好了,看看临场,哇,权勇俊厉害了 29元可以 接着有票,到这个新胜利都回票 上到5.8 江仪6.1都是退休的 幸运武士当然又退休了,7.3 权勇俊这些票可以说是啪下去了 好,一出门外面,威霸龙就快了 接着有万事理,今天都挺快的 对了在前面,有新胜利 前面有幸运武士,把那些人都押了 这些人慢慢上来 撑上那只威霸龙出去 接着首第五位就是这个江仪位 在隔离那些 也有这些是大勇,有活力 权勇俊已经在他旁边 后面有白衫大勇,还有有活力一队 再后面有这个喜抱精神 出不了了 原来就是一鸣惊人 灰马就行转,后面就是那些马必威 今天好像不会走 下山之后,变成了有的威霸龙 一路带上出来 隔了一个马,这些是万事理 走得不错 今天第三位,幸运武士 外面拳勇俊逐步进逼 已经去到第四位 反而新性力便拖拖 跟回到内南第五位 现在才慢慢见到 有些马开始入镜头 外面是大勇一路见到伟大騎 降义跑跑下游退一些 見到起步精神在旁邊有活力 銀鑽一名驚人 跑尾就是馬必 最後二霸的時候前面威霸龍都沒什麼力 這個時候首先見到新勝利已經上來了 中間外檔就是權勇俊 權勇俊和新勝利一人一步鬥 權勇俊追新勝利 追不追到新勝利才到終點 跑第二名就是權勇俊 第三名是降义 第四名就是威霸龍 大家在預料之中的賽果 新勝利是一隻很準成的馬 權勇俊今天也發揮得很適合水準 不過輸了沒有話可說 經常說一件事就是 跑馬如果事後再推回頭 假使他這樣 他就不是這樣 其實只有一個講字 為什麼這樣講呢 如果讓你想想 你兩隻馬放在那裡 問你權勇俊後勁好 還是新勝利後勁好 誰都回答權勇俊後勁好 但是剛剛這場就不是 為什麼呢 因為你權勇俊為了跑短途 早段你要一直逼馬 跟了早了 回來就沒那麼好衝 如果又跟得前 跟得前就有這麼好後勁 那就馬王 都可以這樣的 馬力是在那裡 超了兩班才能做到 除了這樣就沒得說了 超兩班也是權勇俊贏 就不論是新勝利贏 剛才已經說了 如果超兩班就可以這樣做 但今天的終點就是新勝利 即是他不是超兩班 在這個路程上不是先 有問的是一名驚人 先留意直路 深黑色衣服 在裏面紅紅的就 現在在尾巴上 今晚第一次出賽 很厲害 他就說 他獲指示給馬順旗 自然這樣跑 在出閘前 一名驚人就開始有些 煩躁不安 集門開的時候 一對前腳定舉 因而失地 其實他是把這個 一名驚人移到